花蓮縣環保局舉辦的花園城市綠美化 第1、2階段館獎競賽 經過評選之後 17日舉行頒獎典禮 包括了機關、企業及春禮社區團隊 有150個人出席 分享得獎喜悅 期盼藉由閒置空地綠美化作業 可以達到環境的永續目的 也建構花蓮縣成為全方位移居健康的樂活城市 為改善縣內多處閒置空地 導致雜草重生、環境髒亂 花蓮環保局舉辦花蓮城市綠美化 第1、第2階段的館獎競賽結果出爐 包含機關、企業及春禮社區團隊 約150人出席分享得獎喜悅 這個公園我們幾乎每一個月 我們都會請我們的志工去割草 或者附近鄰居的人 也把它當作是一個休閒的場所 沒事他們也會在那邊小河 那邊撈撈雨或是撈撈狐壽雷 狐壽螺 或者是幫忙整理這些環境 所以就是有這樣子大家長期 將近兩年長期這樣的維護 才讓我們的社區有這麼美麗的一塊環境 55 對 55 對 表示有這麼多個美麗的角落被看到 而且被維護 被保持這麼美麗 這讓我們的辛勤指數會怎麼樣 衛生局長 增加 增加 這是幸福有感 這就是這個百分之九十點二 中的很重要的元素對不對 所以要不要給自己掌聲啊 本次活動 政府機構鄉鎮市公所組 如花蓮縣衛生局 吉安鄉公所都大有獎獲 在企業機構組 亞洲水泥以及台灣港務花蓮分公司 收封商農會也有不錯家機 另外向春里社區組第一階段金紙獎 則由碧雲莊社區發展協會獲得 第二階段則是由花蓮市聯安關愛協會獲得 記得將榜葉花蓮市報導